近几个月来,非洲东北部多个国家遭受史无前例的蝗虫侵袭 那其中以肯尼亚最为严重 当地政府声称这是他们在过去70年来遭遇最严重的蝗虫灾害 成群而来的蝗虫是非常可怕的 它们集结起来的数量最多可高达数十亿只 那在集体迁徙的过程当中 它们是可以吃掉好几吨的农作物的 让非洲多个国家粮食短缺的问题雪上加霜 为了对抗蝗虫的灾害 肯尼亚政府就大费周章 分别在空中还有地面展开双重的灭虫行动 势必要消灭所有的蝗虫 位于非洲东北部的肯尼亚 遭遇70年来最严重的蝗虫入侵 那当地政府设了出动小型飞机 在空中喷洒沙虫剂 同时也召集国民青年服务学员参与培训 穿上白色的防护衣 学习如何使用喷洒沙虫剂的机器 而它们的目标是打算从根源开始 消灭那些刚出生的蝗虫 我们目标是为了消灭蝗虫 尼亚国民青年服务学员加入消灭蝗虫的行动 获得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支持 那当局认为培训是必要的 学员除了可以学习如何灭虫之外 也学会如何安全使用杀虫剂 避免健康受到威胁 根据了解目前有600名学员正在接受消灭蝗虫训练 而当地政府也向其他国家要求增加更多杀虫剂和资金 以对抗新一轮的蝗虫入侵 这场东非史无前例的蝗灾 虽然受灾最严重的是东非三国 爱塞索马里还有肯尼亚 但源自于阿拉伯半岛的这些蝗虫大军 早已经在阿拉伯半岛沿岸四处闷延开来了 包括南亚国家现在都严阵以待 去年初就遭遇大规模蝗虫蝗灾的印度今年也无法信念 而他们的邻国巴基斯坦也一样 从1月中上旬开始就已经出现了蝗灾 而且持续近一个月 是20多年来最严重的蝗灾 巴基斯坦政府也因此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面对同样的天敌一场蝗灾 现在也让印巴两国暂时携手合作 巴基斯坦跟印度的蝗灾拉响警报之后 也有人开始担心 中国会不会是蝗虫的下一个目的地 那今晚中国跟印巴之间有着天山 昆仑山还有喜马拉雅山脉的天然屏障 但不排除黄群会从印度西部向东迁飞 进入缅甸 辽国等东南亚国家 然后再进入中国 那就像是去年1月在云南爆发了草地摊野 而这种充满危害的粮食杀手 就是通过这个路线入侵中国的 所以蝗灾入侵中国不是没有可能的 那另外环境专家也警告 蝗灾很有可能会在这几个星期内 第二次清洗东非 因为在2月期间 一些东非蝗虫群已经开始产卵孵化 到了4月就能够形成新的蝗群 而如果6月旱季前 数量不能够有效的控制的话 那到时候规模可能会再增加500倍 那到了那时 影响的可就不再是粮食危机这么简单了 东非面临的或许是更大的人道主义危机 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就表示 如果现在不采取任何预防行动 那么以后将会被迫多花15倍的钱 来养活1300万个 因为收成和粮食损失而难以为生的人 因此各国现在都绷紧神经 避免这一轮的狂灾 而这如今也变成了大家口中 因为气候原因造成的灾难性破坏 引发社会生活和经济动荡的绿天鹅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